本颜控制的防晒衣 首先看颜值 比如这个小野盒子的防晒衣 修身设计比起常规宽松快 增至一点惊艳 正肩立领 拉上拉链 瞬间拥有修长天鹅镜 上面看恰腰显瘦 平地其高楼 我这平板身材 居然都能穿出漫画感杀漏腰 侧面卡 背部纤包逼挺 看着像学了十年舞蹈 不管是拉上还是露出内搭 怎么搭配都很嫩 他们家有五个码数 平时买不着和身衣服的姐妹 都可以冲 但是这衣服也有一缺点 就是每次穿上 见到反攻的东西 就忍不住要照美一下 没看很多防晒衣 防晒数值高 其实根本阻隔不了金红外 太阳下沾一会儿 皮肤就被晒得发烫 而小野盒子家 今年用了双抗遮蔽丝面料 主打全波段防晒 阻隔率高达99% 连进红外也能阻隔 紫外线进不来 热也进不来 这才是真正的冰皮啊 说实话 比起晒黑 我更怕的是晒老 光老化可是皮肤第一杀伤力 干扁着我一旦出来 你像艾尔盖布的就不回来 这个面料还能防光老化 防晒老的防晒衣 这真的很难抗拒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啊 有的防晒衣洗没两次 防晒力都就会断牙式下跌 串着串着 晒黑了都不要咋回事 但是他完全不怕水洗 都直接就洗一洗 洗好几回了 防晒力还是嘎嘎的 面料透气不闷寒 想象一下 37-8度的夏天 你穿着它滑溜溜溜溜溜的 像是被阳风温柔抚摸 不得爽死 尤其是像我这种爱出汗的 它浴水也弄酥干 我会粘塌塌裹在身上 运动穿也超合适 扑入了好几个颜色 真的是怎么搭配多好看 夏天直接穿出门 光看背影都是氛围感美女 你们最喜欢哪一身